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这辈子就遇到了一个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对我这么好的人 第一个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那个冰哥哥 然后我就觉得说人家可能是真的喜欢我 我被陷进去了哥姐是阿姨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非常非常喜欢他 他对我的那种好的话呢 然后但是后面的话 那个冰哥哥原来他对我也只是一时的喜欢 然后时间久了他已经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后面我再怎么找他 那个冰哥哥给他打电话都是电话关机 要么就是不接电话 然后后面我找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我听邻居啊 然后他父母都说是冰哥哥已经喜欢了 冰哥已经喜欢上了 他自己他已经喜欢上了别的女孩子了 所以没办法哥姐摔 那个时间我好伤心呀 我觉得我可能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觉得我身边遇到的人 怎么一个个都是这个样子对我 对我这怎么每个人都这样子对我呀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这样想 然后在我最伤心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遇到了现在的曲部哥哥 哥姐摔就是现在这个曲部哥哥 他人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吧 不管对我家人对我也好都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但是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让我阿爸知道 因为我阿爸知道的话 现在这个曲部哥哥 他们家愿意拿出50万的达布牛 无数量的残利钱来娶我 来娶我不能让我爸爸知道 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了 我爸爸肯定会把这个残利钱给押回去 要么就来捣乱 所以哥姐摔 现在我目前想的就是 先暂时不让我阿爸知道我要订婚的这个事情 你们如果说看到我阿爸在别人的别人那里的话 你们也不要说啊 哥姐摔 我没有打算跟我爸爸讲我要订婚的事情 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我真的我害怕跟我爸爸说 我这个婚就订不了了 我这个幸福又会被他搅乱的 就说阿姨哥姐 你们觉得我订婚能不能让我阿爸来 你们觉得我 我如果说我不让我阿爸来的话 哥姐说 知不支持 知不支持我不让我阿爸来 支持我的打一个支持吧 好不好 就说阿姨哥姐姐 因为很多人 现在一半的我的老粉呢 比如说像你们就跟我的娘家人一样 知道的都知道对不对 都知道我阿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都不让我阿爸来 但是有些哥哥姐说阿姨 都一定让我 让我坚持让我的爸爸来 毕竟自己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这么重要的人生 大事一定要让自己的父亲来 但是说阿姨哥姐 我真的不能让我爸爸来 希望大姐理解一下我 我不是我不孝顺 哥姐姐 是我经历过太多了 这辈子就是经历过太多太多事情了 我只想好好的跟自己喜欢的在一起 跟自己的家人 跟自己的妈妈 跟自己的弟弟 好好的过日子 就这么简单 我不想再让别人来破坏我的家庭了 就说阿姨哥姐 你们能理解我吗 哥姐 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吗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叔叔阿姨哥姐 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然后今天的话呢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秋秋我刚大 我也听哭了 人生是有苦也有乐 谢谢你呀美姐姐 谢谢 能理解 能理解就对 我就害怕很多人不理解我 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孝顺 结个婚 递个婚 都不跟自己的父亲讲 我不能讲哥姐姐 我不想再让别人来破坏我的家庭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 欢迎叔叔叔阿姨哥姐进来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来找那个弟弟了 哥姐叔阿姨 你们还记得那个弟弟吗 就是以前我去收山货的时候 遇到两兄妹 他们是没有父母的 就是也没有爷爷奶奶 更没有亲朋好友 就只有一个弟弟带着他的妹妹 他们两个过日子 在我去收山货的时候 那天我就遇 我就遇见那个弟弟 大冬天后 他穿着一双娘拖鞋 而且那个穿上袜子 那个袜子都破洞 那个天气特别的冷 那个弟就在 那个火塘边边上吃那个土豆 我收山货 收到他们家 我遇见那个弟弟 然后他都 他都记得现在怎么样了 他妹妹怎么了 他的妹妹哥姐叔阿姨 得了一种病 而且那种病就比较严重 妹妹是好久好久 已经好久都没去上学了 我也好久都没来看他们 所以说今天哥姐叔阿姨 你们想不想去看 那两兄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想看来打两个字想看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我今天主要是过来的话呢 我要跟那个好心的弟弟 包括他的妹妹 跟他们两兄妹分享一下 我要订婚的事情 让他们有时间的话 就这个月19号过来 我们家里面来玩 来吃猪肉 来吃羊肉 我想过来邀请他们今天 想看是不是啊 对呀 只有他们两兄妹哥姐 但是那个弟弟非常能干 上次他的妹妹 就是生了一种病 去医院嘛 看大看那个白大褂 花了很多钱 那个弟弟把家里面 唯一最值钱的 那个过年住给沙兰卖 卖了当时是很多刷姨 你们都支持了那个弟弟 买了那个弟弟家的腊肉 对不对 刷姨哥姐姐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他的妹妹是花了很多 很多医药费的 花了很多钱都没医好 哥姐刷姨 然后那个弟弟把家里面 能卖的全部卖了 我当时都在看直播 你们应该都想看 最好帮助他们 当时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当时我都在开直播 去了他们家里面 看那个妹妹 看那个弟弟 只有他们两兄妹 相依为媚的 哥姐刷姨 他们在这个现实 没有亲人的 他的爸爸的话呢 哥姐 他有个爸爸 他有个妈妈 但是妈妈在 他生了他那个妹妹之后 没多久 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然后他有个爸爸 但是已经有六七年 没有回来了 刚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 一祖年说要回来 要回来一次 现在的话 一个电话也没有 也没有打钱过来 什么都没有寄回来的 所以他就照顾起了 他就 那个弟弟就承担起了 那个家庭的责任 一直以来都在照顾 他的妹妹 去刷姨哥姐姐 秋秋良心太好了 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哥姐刷姨 能帮就尽量帮一些身边 需要能够帮助的人 给自己积福报 积功德 对别人来说 也是最大的帮助 等那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 真的不会后悔的 因为毕竟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起码我做了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等老了 我希望我不会后悔 这些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 还是值得的 其实最起码 我会觉得说 我帮助了 是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很多人 我是这样想的 哥姐刷姨 所以我就想的是 今天的话呢 我过来 因为我好久都没来 看那两兄妹了 我今天来他们村 这个村子里面的话 就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下 想跟那个两兄妹分享一下 我要订婚的这个好消息 想分享给他们 这个月十九号 我不是要订婚了吗 我想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他们两兄妹 然后让他们到时候来 我订婚来 那边来玩 来吃肉 来喝酒 对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对呀 祝秋秋 今后一帆风顺 平平安安 幸福的过日子 谢谢强卫花 谢谢 我觉得 真的哥姐刷姨 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的话 尽量去帮助身边 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做的 给自己多积福报 积功德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不知道 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个 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而已 但是对别人的帮助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好心的弟弟 你们都知道的 前段时间 他真的 我看他那种眼神 他把家里面能 能卖的都卖了 而且过年珠 他们家里面最值钱的 就是那头过年珠 那时候我都哭了 我都跟着那个弟弟哭了 我心里面看着那个弟弟 我心里面非常难受 就心真的在痛 一阵 有跟真在心里面扎一样的 因为我也是有妹妹的 我也是有弟弟的 我知道 那个弟弟 他也有妹妹 他是为了妹妹 才把家里面不得已 才把家里面那头过年珠给卖了 为了给妹妹治病 知道吗 欢迎去刷一哥姐进来 好姑娘 值得给你点赞 嗯 好的好的 刷一哥姐 欢迎大家进来 我今天来找那个好心的弟弟了 好热呀 我好久都没来看他们了 你们想不想见他们呀 那两兄妹 弟弟 弟弟 怎么没人在家呀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弟弟 怎么回事 没人在家 没人在家吗 给大家看一下 没人在家 你看他们家弄了很多柴 那个弟弟非常的能干 虽然说家里没有父母 没有爷爷奶奶 没有爸妈妈 但是人家 你看家里面 哦不 想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长个子了 长瘦了 我刚刚在那边叫你 我说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下 妹妹呢 妹妹怎么样 妹妹在家里面 是不是要滚滚点 摇摇摇摇摇 好的好的 这儿做是吧 好的好的 这边两块 哥姐说我来找那个弟弟了 那个弟弟还是一如既往的 长得高 长得帅 但是他又把帽子戴下 你们都知道 这个弟弟他很自卑 就是以前的话 他天天戴着个帽子 他不愿意见人 可能从小没有父母 在身边陪伴的原因 他一直都戴着帽子 你怎么还戴帽子 不是说我让你别戴帽子吗 没事 习惯 你要把帽子 把自己的脸给藏起来了 习惯 这么帅气的脸 是帅一个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弟弟 见过大哥 见过 他人 他人是长得非常帅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弟弟今天又把他的帽子给戴下 把脸给蒙上了 你把脸蒙着干什么吗 这么热的天 不热呀 不热啊 对 不热是吗 挺凉快的 挺凉快的 妹妹好点没有 你心里 爸不是在 你怎么过来了 你吃饭没有 我吃了 我吃了来的 我吃了来 我吃了来的 要不我去接一碗水给你喝 不不不 我不喝水 我这袋子有水 我这袋子有水 你要不要喝水 给你水 你喝嘛 我有 你有是吧 对 要自信一点 对 弟弟就是没有自信 见过是个帅哥 对呀 你们都见过那个弟弟的 是个大帅哥 但是他现在还是觉得可能有点害羞 有点害羞 等一下帅哥 有没有喝口水 吃饭没有 我吃过了 我吃过来的 我就害怕你给我做饭 我今天怎么过来了 我今天我今天说是过来 过来来找你跟妹妹玩 然后我说问一下 妹妹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妹妹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啊 对一直渴 一直渴啊 一直没去读书 一直没去读书 对 这是现在放暑假了的吗 还好 放暑假了 放暑假了 前面就是三月份 三月份之后就没去读书到现在吗 对一直没读书 一直没读书啊 就偶尔出来一下 就躺在床上 偶尔出来一下躺在床上 对 现在那现在还去还要吃药吗 现在还去医院看过没有 一个月还是要吃很多钱一些 一个月还是要吃很多钱啊 对 那那你那你们怎么解决啊 就找山货啊 找山货 对 最近那个 那个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打扰你知道吧 我害怕 没有 我又不知道妹妹什么情况 所以这段时间我我家里面有事情有点多 我没来看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妹妹还是这个样子是吗 对 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 好点了应该 好点了是不是 比以前好点了 最起码是不是 对 现在一个月是表哥去拿药 还是你去拿药 你自己去拿药 去县城里面拿药吗 一直马上 一柜要吃多少钱的药啊 好几千的 好几千啊 对 一柜要吃好几千是吗 那晚上白天白天要咳一点 晚上咳一点 晚上咳 晚上咳 白天就没事睡觉 白天就躺在床上 有时候我带他出来 有时候你带他出来 对 像天气好的时候 你要带他出来 散散步哈 刷牙割结 对不对 这是太严了 不可能有杀吗 怎么可能呢 应该没有杀的 要忘有草 什么情况 妹妹 什么 就是晚上咳 割结 刷牙 晚上咳 她的妹妹的话 就是晚上一直咳 然后去了很多 去了大城市的医院里面去看 但是的话 现在因为家里面经济有限 你们都知道 只有他们两兄妹的话 吃了一点那个穿背就好 我从 好像我从三月份遇见 她说 她就开始说 妹妹已经在生病 都没去读书了 现在都九月份了 七月份了 过了多少个四个月 四个月还是在咳是吗 你感觉到妹妹是咳的 晚上越来越轻了 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哎 反正没有知情的 反正是可以治好了 但是这个手术太贵了 然后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家里面 吃药了些 你一直把它放在家里面吃药 说是可以治好的 说是可以 做个手术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没钱嘛 做个手术就可以治好的是吗 对 医生跟你这样说了吗 对 就 那 那这样做个手术就可以治好 不知道为什么不带她 就把那个手术做了 那太太贵了 太贵了 嗯 你不不慣咋个样子 哈 嗯 她就是一到晚上就咳的 妹妹的话呢 是 给我姐刷 是这种情况哈 不是说可以吃三黄吗 吃穿背吗 哎吃已经吃那个东西 给我姐刷 阿姨妹妹妹是已经磕的了 人家上学都不能上了的那种账吗 刷一哥姐姐们 好的 吴姐姐 那她妹妹去中医看看 是什么 笔 就是哥姐刷一 她自己也不知道 妹妹的话呢 是看过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院都查不出来的那种 不动手术 秋秋 昨天的 啊 拍了发发货了 海昀姐姐发货了哟 昨天接到曲部的爸爸了吗 小小 昨天已经接 接到曲部的爸爸哈 然后妹妹今天过来找这个弟弟了 你们家现在过年猪买没买 过年猪 上次他们把这个弟弟把家里面围的一头 过年猪杀了 卖了 然后给妹妹凑一药费 选七月份了 我们这边遗祖 11月份 我们就过年了 哈 哥姐刷一 我们遗祖 11月20号 就是我们大小凉山过遗祖年 我们遗祖康最隆重 节日就是 11月份的时候 10月份你们还没 还没养的有猪儿 没有啊 拿什么来过年 你个妹妹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再看 再看 走一步 算一步 是吗 他在看 他们都可以 妹妹好起来 什么都可以 对 你是你又瘦了 就是有没有好好吃饭 再吃药 再吃药 来我给你们两个带来点东西 来 你把这个肉 这是今天 我只攒了三斤肉 因为夏天的话 因为夏天 那个肉活不长 我知道你们上面没有冰箱 我拿了三斤肉搁结 我今天攒了三斤新鲜的肉上来 给他们两兄妹吃 那你先把这个拿到放的那个 用盐水腌一下 要不然的话会臭的 天气太热了 来来 这三斤肉 你先拿过去 快点 每次来 你都是拿东西 我都好久没了 看你们两兄妹 快点 今天炒个肉给妹妹吃 这三斤肉你拿过去 放着 放着哈 用那个冷水泡着一下 要不然会发臭 弟弟 来着哈 你这样 我今天买了三斤肉 求求真善良 应该的搁结刷 我觉得我只能 我虽然都不能帮他们什么了 能帮他们 我就帮他们一点 但是妹妹精力有限 刷一个 姐姐 她拿去放了 拿来就是放在那个 到成都 那个我去看一下 哇 口好干啊 我一直在喝水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 耳朵 不敢多来一下 哎呀 挺可怜的 他们两兄妹的话 刷一个姐 很可怜 因为他们在这个线上 没有任何的亲人了 他们两个就是彼此唯一的亲人 现在妹妹又这个样子了 所以没办法 知道吗 发动群里 大家帮帮 你只要是我不知道 那个群怎么弄 哥姐 刷没 谢谢牛姐 送了粉丝灯牌 刷一个姐 站在帮面一点点 行不行 可怜的 哇 对呀 哎 你们想不想看那个弟弟 那个弟弟设来什么样子 你们觉得想不到 骨瘦如宅 他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估计他这段时间 他们两个估计没有怎么吃饭 没有怎么吃肉 他们把家里面唯一能够 之前都全部卖了对不 嗯